台湾自来就是中国的否定 视频中是抗日战争胜利后 台湾迎来解放的伟大时刻 台上讲话的是首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 那这个光辉的时刻 对于台湾乃至全中国又有什么重大意义 视频中的魏道明乘坐专机 从南京来到了台湾松山机场 刚下飞机就受到了当地官员们和民众的热烈欢迎 而为了传达政府的态度以及回报百姓的热情 魏道明顺时在机场就开启了即兴演说 其妻子郑玉秀也一直伴随所有 说起郑玉秀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 在民国那个新旧交替 国家动乱的年代 出现了不少的金国英雄 郑玉秀就是民国时期的女中豪杰 1906年 年仅15岁的郑玉秀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此时正是清王朝剿灭革命党人的紧张时期 大量革命人士遭到了清政府的逮捕杀害 百姓也是文革命党而色变 认为革命党人是一帮没有体统的叛逆 对其非常抵触 这个时候加入同盟会无异于将自己推入刀山火海 但是郑玉秀没有退却 不仅参与了暗杀袁世凯的计划 还与党内同志们一起干掉了清朝重要大臣梁毕 除了武力报表 学识上郑玉秀也是非常优秀 曾在法国巴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后又获得博士学位 妥妥的女学霸 称她为近代中国学历最高的女强人也不过分 同时她还是第一位省级女政务官 第一位地方法院女院长 第一位外交女特使 因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郑玉秀还开天辟地般的以立法委员的身份 将妇女婚姻自主全力写进了法律条文 而能力如此强悍的郑玉秀 也侧面彰显了魏道明的身份和能力 夫妻二人可以说是举案其美 相互配合相互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 在去台湾任职之前 魏道明的身份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因为台湾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 但被日本殖民时间却过长 百姓基础薄弱 收复台湾后如何教化台湾民众 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难题 于是 蒋介石等人经过开会讨论 最终确定由魏道明担任台湾省主席 这无疑是对其能力的又一次认可 而离开台湾机场后 魏道明在护卫和官员的安排下 乘坐汽车前往台北宾馆 沿途到处都是学生 百姓和社会知名人士 会舞着旗帜迎接他的到来 而这份欢迎并不是表面功夫 因为被日本人压迫多年的台湾省 终于迎来了解放 自此来到台湾省任职的官员 不再是日本人和汉奸 而是堂堂正正的国家官员 带着对祖国的期盼 百姓们将心中的激动 以热烈欢迎的方式传达给了车内的魏主席 半个小时后 车子到达了台北宾馆 魏道明将在此处休息数个小时 下午三点将要参加一个记者发布会 当时魏道明将代表国家回答台湾省各界问题 并向国际社会传达对台湾的态度 从视频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 魏道明铿锵有力地告诉各界人士 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土地 但是遭到了了日本窃取整整51年 在与日本八年的血战中 我们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台湾光复了 今天他站在台湾土地上 感到无比的兴奋和荣耀 同时他还向台湾民众承诺 自己未来会不遗余力地建设台湾 给百姓创造幸福生活 这是1947年的真实录像 首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发表讲话 确定台湾归属问题 但是在此之前 台湾又是如何沦陷的 沦陷后 台湾省人民的生活究竟怎样 台湾的沦陷要追溯到1894年 这一时期 清王朝日博西山 对外无能 对内压迫 并且与日本爆发了甲午战争 当时大部分人清朝官员都认为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 可是最终结果 却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而收场 清政府无奈只能发挥传统技能 割地赔款 台湾就是这一时期沦落到日本人的手中 而随着李鸿章签订了 马关条约 预示着清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台湾这个孤悬 海外的重要岛屿 清政府怂了 不代表台湾人民怂了 当时为了向日本人证明台湾人的骨气和尊严 邱冯甲 唐景松 刘永福等士绅 官员和军民代表联合了起来与登岛的日本人血战 经过五个月的敖战 日本伤亡了三万多人 直接战死的达到了1500人 瘟疫 受伤不知导致身亡的日军更是不计其数 但是由于台湾省毕竟只是偏安易于 没有强大的后勤和充足的兵源 1895年10月23日 全岛还是沦陷 至此台湾迎来了51年的殖民治安时刻 之前日本人在台湾吃了大亏 知道台湾人民的抵抗热情非常高昂 所以为了彻底控制住台湾 特意设立了台湾总督府 该机构为五官机构 独裁统治 除了驻扎大量日军士兵外 还设立了警察机构 专门对付台湾省民间的抵抗力量 而日本人深知 要想灭亡一个国家 必须要先亡其文化 为此日本人在一战后一改往日的武力胁迫制度 采取了更为致命的 更为恶劣的文化侵蚀制度 于是他们首先对台湾下一代进行改造 日本人清楚 台湾老一辈一直认为自己是大清子民 青年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已经无法改变他们的思维 只有从他们的下一代来 潜移默化地进行改变 而为了完成目的 日本人在台湾设立了大量学校 教授台湾学生日语 让台湾人民改姓日本姓氏 同时台湾人民日常生活 也要偏向于日式风格 而日本人这么做的目的 自然是想要在精神层面消灭台湾人民的民族意识 让台湾人民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二等公民 不断地剥削台湾人民 甚至还妄想着 台湾变成日本发动战争的后勤补给基地 但1945年 随着日本战败投降 台湾终于再度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国民政府也顺势将台湾设立为省 省会位于台北 陈怡被任命为了台湾省行政长官 这是1947年 首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接手台湾后 发表讲话的真实录像 但当时日本人遗留的问题依旧还在 那魏道明究竟是如何应对的呢 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后 陈怡成为了台湾省实际的执政 不过 虽然陈怡掌握了台湾军政大权 但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亲日派 对日本在台湾势力不仅不清除掉 反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任其发展 甚至公然为日本人撑腰 在这种野蛮治理下 国民党的恶习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官员们贪污腐败成性 疯狂地剥削百姓钱财 压榨百姓生存空间 同时由于当时台湾省遭到了战争的波及 导致大量民众失业 物价飞涨 导致民怨沸腾 百姓甚至与警察爆发了冲突 拉起横幅 上街抗议 而国民政府为此紧急调派了军队前来镇压 不过 虽然国民政府最终镇压成功 但是摆在其面前的问题依旧十分严峻 不解决 终究有一天要发生大乱 当时为了解决台湾的问题 蒋介石一方面加派部队进入台湾 一方面将台湾建省 同时派遣文官魏道明担任台湾省主席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 双管齐下 不仅稳住了台湾省的局势 还给了魏道明可操作的空间 而魏道明抵达台湾后 果断抓住了这个稳定期 他先是对台湾各界宣称 自己将要尽全力建设台湾省 给台湾百姓谋福利 随后改组政府机关 设立四厅 即民政厅 财政厅 建设厅 教育厅 将台湾省的城市发展 与民生教育结合起来 共同进步 而为了缓和台湾省的矛盾 魏道明拒绝任人为亲 不向其他人只顾发展自己嫡系 安排自己人上位 而是将一半的省政府高官 交给了台湾本地人 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 你们有话语权 你们可以通过法律等手段维权 缓和了当地的紧张对立局面 此外 魏道明还严格约束士兵 禁止士兵开展清香运动 恢复了农村的生产和各地区交通 但是魏道明深知武器的重要性 为此他要求只有政府 才能掌握武器和武装力量 民间大量的武器遭到了收缴 虽然魏道明当上了台湾省主席 但是他始终都没有忘记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在任期间一直和大陆沟通 努力促使两岸各方面交流 可以说台湾能有后来的稳定 魏道明鞠躬至尾 可之后历史的发展 就是大家熟知的 蒋介石在战场上屡屡失利 最终选择逃离大陆前往台湾 而魏道明后来离开了台湾 前往了美国 魏道明虽然在台湾只执政了一年零七个月 但是他在位期间履行了他的诺言 让台湾社会走向了稳定